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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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传统是有个很特定的特点 就是有假定性 可能在舞台上 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桌子 两个椅子 但如果那个表演者随着上场 他说我来到了三神庙 可能这就变成了三神庙的共堂 但是到了现代的一种舞美进程之后 我们这种舞美的指定性就比较强了 97年毕业以后 就一直是从事这个舞美设计这个行当 记得当时做白说 出发点可能是一个莲花画 然后莲花画的一个图框 然后我就说 这个所有的场景都可以在这个图框里面 然后把它从平面的带向一个立体 那么一开始出场的话 它是一个平的 他们到了另一个点的时候 我又把它重新一个角度竖起来 就说它给了我这种可能 这种载体的可能性 舞台艺术是一个合作的人 它应该是立体的 是一个立体的 然后你舞台上 哪怕是一根草 它对戏都要有帮助 如果在舞台上的文美 我导演用不上 它都是废料 那就是失败 我们当时做白说的这个 我个人认为我们顶不少家 包括很多老先生们觉得这个 这个已经便利掉了 你这样的舞台吗 其实乐剧它以前是很开放的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反而就慢慢慢慢 固步自封 然后莫导说了不要紧 我们可以走出去吗 我说其实我不大胆 是因为我自己创造 我说我是一只蜗牛 我把头缩回壳里边 依附着大地 我可能也能够过一辈子 因为戏曲这种营养 确实是很很深厚 可是我总想圆着那个树往上爬 我想看到不一样的高度 可能也就是我们广东人这种精神 我们不冒际 不要去好像很自大的认为 吸取这个东西我来改造你 我觉得不是 你还是要敬畏它 它的美 它的本质 它的气质是什么 一定要尊重它 然后在这个同时 你加上我们自己的理解 我们这个理解 有可能是错的 有可能也是对的 那么对的它自然就领不下来 如果错的话自然就领不下来 发生什么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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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